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0日 星期三 剛剛那天是超級星期二 每逢星期三都比較辛苦 因為就是剛剛做完直播 我們就是英國時間來的直播 下午做完 同一晚就需要再做星期三的節目 所以逢親星期二至星期三 就會比較辛苦 但是有時辛苦 但也會做得開心一點 因為逢星期二直播完 有最新的update時事 通常第一時間就會跟大家說 亦都比較緊貼著當日的新聞 因為全日都在看 今節 要講講香港這個 就是天氣新聞 雖然這個就不是真的新聞台 但是間中 真的是這個 天氣報告 又或者是這個 天氣也是我們時事的一部分 因為 最新香港正在打風 各位在香港的朋友 應該面對著 就是 狂風大趙雨 據說 香港就是掛著三號風球 今次這個 就是熱帶氣旋 叫做木蘭 有大量的 網友報料 說香港這次打風 其實風力 雨量 所有東西 都是非常之強烈 但是 我們知道 就是香港的天文台 繼續 就是強迫 大家就是面對 三號風球 這件事坦白說 可以 預計之內 由當年這個山竹 狂催香港 然後第二天還要上班 就已經知道 這個香港 真是沒有得救 天文台 真是沒有得救 徹底成為了 就是某些人的打手 所以這一節 會講講風暴消息 也會跟一個地方對比一下 那個叫做澳門 我們講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這裡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邀請所有聽眾 請打開節目清單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發 手動點擊 無限大發 手動點擊 無限大發 安裝Pine Network的人就繼續按閃電鍵了 通常我看見很多人都要到網上 可能他就有三分之一以上 8月31日 倫敦 Parlymmen Square 晚上6點鐘 星期三 不過是下班時間之後 絕大多數人都可以出席 831集會 當然831 就是三週年 太子地鐵站 發生的831事件 這個對我們香港人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所以 就是會有集會 我們這次這個集會會出席 也會幫忙 所以我們也希望多些人記得出席 8月31日 第二件事 20日 就是下個星期六 下個星期六就是這套電影 因為愛所以革命 這套電影就是正式首映 公映的地方是英國的東倫敦 Genesis Cinema 在White Chapel 和Stepley Green中間 下午3點半 還有一些票在賣 我們就答應了電影的導演 幫他宣傳 希望大家 買票 看這套電影 我們 應該也是會20日出席相關的活動 除了我們去做推廣 也有很多 其他知名的KOL都有推廣 我們也不會因為有其他 對我們相當不友善的KOL推介那套電影 我們就不幫他推介 這個是我們一向的做法 所以呢 就是 很奇怪的 可能跟我們極度不友好 甚至乎是 敵對的人 也是會做嘉賓出現的 那天 會不會因為我們說完他們不來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想深究這些事 我們也沒有跟導演去詳細研究 因為我們不想為難別人 所以我們是不理的 既然這套電影 值得大家看 值得推介我們就會說的 我們回來了 簡單來說 這節就是要露轟天文台 說說熱帶氣旋警告 這一節錄音的時間是香港時間早上8點半 最新的熱帶氣旋警告 更新的時間是7點45分 這個 叫做最新風暴消息 大家不用想了 現時本港普遍吹強風 真的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知道天文台用來做甚麼 但受趙雨影響 有猛烈陣風 離岸海域 高地間 吹 吹 烈風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 木蘭 會在中午之前 開始逐漸遠離本港 木蘭 中心附近 烈風範圍較少 與香港保持一定距離 除非木蘭顯著增強 或者 本港風力 有明顯上升趨勢 否則 需要發出 較高熱帶氣旋訊號機會 不大 3號風球 強風訊號 將會維持到至少中午 天文台自己已經是自我設限了 他說中午 木蘭會逐漸離開香港 3號風球就掛到中午 換句話說 一定不會掛到更高風球 除非 有顯著變化 你說台風會不會忽然之間 自我增強這個戰鬥力呢 基本上 絕大多數的情況 都不會的 歷史上會 有機會吹回頭 又或者 perfect storm 完美風暴 兩個 熱帶氣旋 合體變成一個 然後 強襲 雖然歷史上有出現過 但是 絕大多數的時候都不會發生 簡單來說 天文台 絕對不是在做 天氣的預測 也不是在做 正常的天文台應該做的事 香港的天文台已經淪落到 正是負責把所有的熱帶氣旋 熱帶風暴 就是壓制 在這個 3號風球裏面 換句話說 他們不希望 就是讓韭菜放假 不好意思 我們說韭菜 沒有任何的貶義 只不過是形容 在中共控制的範圍之下 所有的人民 他們也不當成是人民 他們也不是為人民服務 他們 只是當成你們生產出來的經濟利益 是他們 收割的對象 真的不好意思 無論是在國內也好 在香港也好 對於 中共政權來說 所有人 都是去收割的對象 香港特色之一 永遠都不會有 8號風球 最多只能說今天10日 今天真的是8月10日 這個Gap 已經說了很多年了 我也提醒大家 為甚麼會有水浸得那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現在正正是天文大潮 看看農曆的日子 10日是甚麼時候呢 就是這個 13 13 13有甚麼特別呢 即是快滿月 大家也知道 逢15就滿月 天文大潮有甚麼事呢 其實也發生了很多次 打風的時候遇上天文大潮 令到 低蛙地區 又或者杏花村 每一次都遭殃 杏花村遭殃那次 就是因為 打風遇上天文大潮 跟大家重溫一下小學的時候會讀過的常識 逢親 就是 月圓的時候 又或者 是初一的時候 即是月亮 躲起來的時候 為甚麼逢親這兩個日子 通常接近這兩個日子的時候會是天文大潮呢 這個跟月球的位置 跟地球的位置相關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這兩個日子 即是初一十五 月球和地球和太陽之間 接近 可以說是成一直線 所以基於那個引力的影響 就使得 這個 潮池的力量就增加了很多 簡單來說 水位上升 因為就是 月球的位置影響 所以遇到天文大潮的時候 又遇上風暴 不是第一次了 香港試過很多次 每次 那個風力 再加上下雨 再加上海浪 再加上低蛙地區水浸 造成那個破壞 都是異常嚴重 非常可恥地 香港的天文台 每一次 在市民遇到危難的時候 他把大家當成是糾菜 跟鄭州市民沒有分別了 叫你繼續上班 已經 很久都不會掛8號風球了 在港共政府治下的天文台 根本 不會讓你們放假 這件事我相信在 3年之前 大家就已經 相當明白 應該是4年之前才對 應該是2018年的時候 如果我記錯 應該當時打的就是山竹 好 那麼 當時是2018年 打的颱風是強烈 颱風山竹 在2018年 吹襲香港 當時掛了10號風球 當時 香港周圍遭受 嚴重破壞 基本上所有道路 近乎都癱瘓 因為 吹倒了大量的樹木 令到所有道路根本就不通 從那次開始 全香港的人都知道 當時是2018年 還未到2019 還未爆發這個時代革命 當時大家就已經知道 這個政府其實 真是無若可救 原來當時香港 看回數據 是出現了多少宗林樹報告 是6萬宗 有報告的也有6萬宗 最慘跟最大對比是甚麼呢 就是你香港 無論打風打到甚麼狀態 香港的天文台 就一定 不會讓你放假 同一時間 澳門雖然也是澳共政府 但是澳門 掛了8號風球 換句話說 澳門應該有很多人 不用開工 所以香港零射可恥 大家也是 共產黨政府 但是澳門 還有8號風球 所以我們的網民 網友已經交代了我們 一定要開一節 天文台播放的了 所以這節就是特意招呼天文台的 我們覺得真的有需要 再一次 這些不是說不要說政治 就是現在這些時候 發生天災的時候 更加要說的嘛 跟那些藍絲說 你又要上班了 打風打到開花道 怎麼會跟政治無關呢 日日香港政府 做的就是跟政治有關 日日都要玩你為止嘛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